再回复三 有回复二的 你凭什么感觉 我说你凭什么感觉的 这个很重要是吧 你是听别人说的 还是自己感觉的 自己那个账户老是亏损 或者总是赚钱 是吧 你怎么感觉的 这个很重要是吧 然后另外我们感觉一件事情 你感觉一下 现在外边是什么温度呢 多少度呢 你说一个准确数字 可以吗 谁可以啊 应该大多数不可以 你说一个准确数字 27.25是吧 怎么测出来的 看那个看数据了 你自己感觉出来的吗 肯定不是 你肯定感觉不出来 所以说股市靠感觉的人 就跟这个一样 差不多就行了 差多少呢 差一点都不行 差一点就是十倍的距离 是不是 十倍的差别 好 现在我们来看数据啊 我们不能只凭感觉 我们来看数据 整个上半年 指数下跌了6.05 120天的时间 这个数字多吗 不多 是吧 个股上升超过100万千的股票 有27只 上升超过50万千的股票 有74只 上升超过30万千的 有125只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牛伞的标准 是吧 你一年能赚30万千 或者一周能赚30万千 你就算一个牛伞 是吧 那么这个30万千这个幅度 如果上半年 半年的时间赚30万千 这个盈利怎么样 大家感觉怎么样 上半年比较好多是吧 确实 然后后边就是下跌超过60万千的 有27只股票 下跌超过30万千的股票 有170只股票 比这个稍微少 你看这个是30 这个是30 这个比这个少 然后我们再看总的上升股票的数量 是460只 下跌的股票数量是412只 上升的比例是多少呢 是51% 下跌的比例呢 是45.7 这将来看的话 上升的这个幅度 还是比下跌的这个概率要高的 是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 更加重要的话题 就是上半年十大熊谷排行 然后为什么呢 看这个呢 看这个目的就是为了 让大家去反思 这些号码你熟悉吗 是不是踩到了一只或几只雷呢 如果说你上半年踩到了一只或几只雷 那你基本上利润基本上没有了 甚至还有亏损 是不是 那么据我所记得 踩雷比较多的 这个康哥是吧 KPOWER 然后5279 这个是一大批是吧 是一大批 然后哪个6637 还有哪个MMG 是吧 还有那个SALAMO 还有这个0165 然后SILVER 37 JMR 你看这全是爆雷的 是吧 前面我们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如何避免踩雷的 是吧 都拿这些股票来做案例的 这些股票熟悉吗 熟悉 太熟悉不过了 是吧 都是烂股 十大熊股 如果说你在上半年当中的没有 没有去碰这些股票的话 那你基本上 命还在 只要踩到一只 基本就over了 是吧 这是比较惨的时候 据我所知 踩到这个527的人呢 是一大批人 为什么踩这个股票人多呢 因为有人推荐这个股票 推的非常凶 是吧 包括70 70多少 还有那个93期啊 什么KPOW 推的太多了 以及这个Konger是吧 我是特别有 一个深刻记忆的 在哪推的呢 上去就直接死掉了 行啊 7017 到这个 在这边推的 推完之后呢 从5毛多 6毛是吧 现在跌到现在是1毛2 基本上就半条命没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 十大上升的牛股排行 你再看看你上半年 交易的股票当中 有多少次交易 是在交易这些股票 为什么我们要来看 十大熊股 十大牛股呢 就是一会儿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问题 你想要赚钱 一定要做 能赚钱的股票 而不是像那种 暴雷的股票 你如果说老是喜欢 那些暴雷的股票 那你赚钱 基本上是 已经不可能了 你已经跑偏了 很长一长时间 你已经偏了 很厉害了 知道吗 骗得非常厉害 看第一个 DataBread 这个应该很熟悉 8338 24天的时间 涨了2345% 区间账幅 现在目前呢 如果说收到现在呢 在下降 目前到现在为止 还有525%的这个赚幅 第二个叫718 熟悉吗 Transcent 区间账幅697% 17天时间 下降 目前是下降趋势 目前还有410%的这个赚幅 第三个叫MidiTi 7692 65天时间 账幅是458% 现在目前下降趋势 目前还保有379%的这个 升幅 4支 Cedina 0178 一共有841% 27天的时间 下降 趋势 目前还有222%的这个赚幅 这个不是按顺序来的 我是按照那个 那个那个这个是这个叫区间涨幅 或者叫镇幅 那么先按区间涨幅来排是这样的 这个是属于 镇幅 这个他就不是属于那个 他的排的应该排在他第二名 是吧 应该排第二 然后一个Gintat 最近是比较火的 0104 曾经他就是王者 后边王者归来 41天的时间 平均累计账幅呢是395 到目前还是395 再往下 San Nesco 7943 区间账幅是293 44天的时间 盘整 目前是盘整 目前的这个还有303%的这个赚幅 Dnex 熟悉吗 熟悉太熟悉了 4456 区间涨幅是387% 42天的时间 下跌 目前是下跌趋势 目前还保有245万元的赚幅 其他 这也很熟悉吧 是吧 解报 最近要配股了 是不是 57天的时间 账幅在478 下跌呢 目前是下跌趋势 然后呢 还保有285%的赚幅 PECCA 571 区间账幅83天 涨了192% 目前是盘整 还有167%的账幅 UCRAS 这个是比较近的 005 新银账幅31天 296% 目前是下跌 还保有103%的这个赚幅 大马糖厂 5202 240%赚幅12天时间 然后下降 126% 目前保有126%的这个赚幅 DNO 7204 科技股 73天涨了154% 目前下降趋势 还保有110%的赚幅 Gordon Farrows 5649 11天涨了157% 目前下降趋势 还保有55%的赚幅 Tim Pinna 562 25天 区间账幅180 下降 目前下降趋势 还保有97.26%的这个赚幅 看了这个以后 你们有什么感觉啊 然后这是十大牛股 是吧 十大牛股 然后 我们再去看那个蓝筹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看蓝筹的时候 如果说你今年投资的是蓝筹股 基本没有盈利 基本上赚的很少 是吧 能赚钱的话 那都是靠股息 是吧 但是现在很多公司都不发股息 所以说呢 你靠着拿股息 你这个不可能 是吧 太难了 真的很难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统计结果 我们要看一下1月1号 这个网络改造1月1号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因为我就要告诉你个问题 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 不是凭空捏造 都是从数据上来的 是吧 这些问题通过数据 可以知道 但是很多人 没有上升到 用数据去分析一些问题 所以说最终呢 就跑偏得很远 跑得很远 偏得很远 偏离了赚钱 很远的这个距离 已经误入气图了 或者说跌入陷阱了 但是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掉入陷阱了 为什么中招了 为什么踩雷 这个都不清楚 这个就很要命了 下一次海后接着中招 海后接着踩雷 我们来看啊 这些账的比较好的 我们往下翻 有几支是蓝筹股呢 蓝筹股账幅有多大呢 是吧 就翻到这个位置 二十万元 蓝筹股能上半年 账二十万元就不错了 是吧 账二十万元有没有啊 还没有蓝筹 你说我看跌幅的话 应该有了 是吧 看不到什么蓝筹 看到吗 你看到几支啊 我怎么没看到啊 对吧 其实第一个 我要跟你讲清楚 如果说你 你还是以蓝筹股为主 我保证你赚不了多少钱 可能你也亏不了多少钱 但是呢 我们来股票不是 那个求安全的 我们是来赚钱的 这一点 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是来赚钱的 不是来 说你看我也没亏多少钱啊 对 您是没亏多少钱 但是你那个机会成本呢 你如果买了那些 刚才讲的十大牛股的话 你说是赚钱的呀 是不是啊 本来你可以赚很多 但结果没赚到 那就是叫亏损 对不对 你投了其他的这个项目 可能会赚更多 那叫机会成本 就是这样 然后你 你在看那个成交的 金额啊 或者市值 这个你可以看一看 像这个 这也是时间上 比如 Main Bank跌了四点多 是吧 这个 Paduang是分拆了 因为是吧 你看5347是下跌的 52251023 这基本 全是蓝筹 是吧 你看全是亏损 所以你整个上半年 如果你玩了这些股票 基本不会赚到钱 甚至还有亏 是吧 所以这就是通过数据 来告诉大家 不是说我天天就是 我就是 就是没事干 是吧 我跟你说 有能用啊 是吧 我不是想让你 走正确的路线吗 是不是 然后有人 买蓝筹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常议投资 你常议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 赚钱 赚多少啊 就是赚一倍 赚两倍赚三倍 你看 如果说你买了这些股票 17天就翻了九倍了 这个八倍了 那你一天能 赚一倍 你为什么要一年呢 一年能赚一倍 为什么要一 叫十年呢 是吧 你说成人的世界里边 每天一睁开眼就要赚钱 是吧 每天24小时 都是大家都在赚钱 但是为什么有人富有 有人穷困呢 就在于说 这24小时里边 你能创到多少利润 这叫赚钱效率问题 是吧 如果说你可以通过这些 股票的交易 你二多天就能翻八倍 你为什么要等八年十年呢 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啊 现在赚钱的这个效率和速度 要提升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世界的进步 如果说你还不会进步 你终于要收的十年赚十倍 这个想法已经是 比较老旧了 是吧 应该要 这个跟上十年的步伐 然后下面开始灵魂拷问了 第一个 十大牛骨 你抓到了几只 去回想啊 去回忆 第二个 十大雷骨 你踩到了几只 第三个 一直低息补仓手套 有希望吗 是吧 这是第二个我要讲的 为什么很多人上半年不赚钱 你老是买手套 老是买手套 老想超过大 老想还想着那个 去年那个 那个盛宴是吧 都过去了 都已经 大事已去了 就不要再去幻想 否则的话 你的方向偏的什么样 非常非常离谱 第四个 买蓝筹股 上半年赚了多少 这边一定是有买蓝筹股 我不知道你赚了多少 一会儿我给你看 我们做技术分析的 我们跟庄家的 我们做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差价的能赚多少 第五个 业绩好 基本面好的股票 就一定会上吗 是吧 如果说你还有着 这样的情节 那就很要命了 非常非常要命 是吧 在整个上半年的讲话当中 一直跟大家讲 业绩好不一定上 拿手套来讲 业绩好不好 好 但是为什么不上呢 是不是 你说这不是特定 这不是那个 特殊的那个情况 它不是特殊情况 它是普遍情况 是吧 你去 不信你去查一查 这个0104 你看它的业绩是怎么样的 它业绩是增长 还是还是 还是将那你去查一查 是吧 但是它的股价就飞上天了 我查了一下 它的业绩是降低的 它业绩的曲线是往下走的 它的财务的这个曲线是往下走的 是走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 在这个下跌的过程 但是为什么股价就起来了呢 不感觉很奇怪吗 是不是 如果人对这些 我刚才提这问题习以为常 注意你是一个不会赚钱的人 你没有赚钱的思维 根本没有 没有赚钱的思维 它就不可能有赚钱的行为 更不可能有赚钱的结果 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上半年的行情 第一个 上半年赚钱效应还不错 尤其是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经历了疯狂的上涨 刚才讲的那个八十三八 还有那个大马糖厂 都是在第二季度出来的 几天的时间 十几天 二十天的时间 翻了几百八仙 上千八仙 第二个 涨的最多的是小股 而非蓝筹和手套 如果说你还戴蓝筹手套 记住了你可能赚钱 你赚的非常可怜 手套亏大钱 蓝筹可能你还能保点本 或者说基本上是不赚不亏 你说我这不是挺成功的吗 是您是挺成功的 没亏多少钱 跟手套股那些投资者一比 那是挺成功的 待会儿一会儿给你看看 我们这些牛伞们 你就不知道往哪站了 第三个 跌的最多的是 涉嫌被操控的六十字小股 以及财务出问题的基本面股 十八不是基本面出问题了吗 不是 然后还有那个优入 第四个 上升短又快 速度慢的 或者长线投资的 就很难赚到 刚才我为什么要把这个 给大家写出来 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个 目前的趋势收益账符 为什么要写这个呢 谁猜一猜 为什么要写这个 猜一下我为什么要给大家 看这一栏呢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看这个不行吗 是不是 什么目的 我让你看一看 如果说你买了这个股票 到现在还收着的话 本来你可以赚两千三百八千 现在你只赚五百二十五八千 所以能长期投资吗 对不对 本来你可以赚一个六百九十七八千 现在你不卖 现在是四百一十八千 比如现在还是赚啊 这个想法是非常要命的 是吧 当时手套股 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还赚钱了 为什么要卖它呢 后面倒不赚钱了 不赚钱的时候 你 我以前赚钱的时候都没卖 现在不赚钱能卖吗 后面开始亏钱了 亏钱的时候 更不能卖了 为什么 因为没亏的时候就 就不想卖 现在亏了就更不想卖了 它是一个死心环 它是一个不断不断的 吞噬你利润的一个过程 你为什么不带两千多八千 那是套利呢 对不对 做长线真的可以赚钱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 为什么我要把这一栏 给大家讲 给大家写出来 它大多数不是盘涨 都是下跌 因为本来可以赚一百五十七 非要五十五了 还不卖 你非要跌五十五八千 你才卖啊 跌得受不了才卖啊 手套股是怎么套上的 为什么不卖啊 对不对 不就是这个心理的怪圈吗 原先我赚了好多都没卖 现在不赚钱 他为什么要卖呢 不但不卖还进补仓 那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啊 一会儿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问题 不赚钱是为什么 赚钱就是为什么 关于这个呢 我就讲到这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四大致命的错误 通过刚才我的讲解 大家也能总结出来是吧 如果你总是喜欢玩蓝筹 觉得安全 但是就没赚钱 违背了你进入股市的目的 你进来股票市场 就是不赚钱安全吗 你突然权金放你家里 城里下 把钱压在城里下 就更安全啊 你放股票那边啊 还有可能亏损呢 对不对 所以说记住 你玩股票 就不可能有 稳定安全的说法 只要你进入股市那一刻 就面临着风险 你面临着风险那么大 你为什么 把利润也放大了 因为你冒的风险很大呀 你的利润必须要很大 你才值得你冒这个风险啊 那你 你如果图安全来 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定存呢 定存不是更安全吗 是不是 放你家床底下 不是更安全吗 对不对 第二个 总是想着低吸补仓手套股 进去就被套 就是上半年很多人在干的事情 哎呀 你看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美国的散户 举机把那个 那个那个中央是吧 撑过 慢慢也赶紧进去是吧 补仓 对吧 然后那个 找各种理由啊 稍微有一个小的那个利喉 赶紧就想着要去进场 赌仓是吧 那个那个什么 美国那个 那个叫什么单啊 粉单啊 粉单涨了 哎呀 很多人又去赌仓 然后越跌越不 越不越跌 这个心态是有病的心态 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就跟赌徒没有什么区别 赌徒呢 进了赌场 输了一把 通常请问一下 是不是应该 认赔走人啊 对吧 但是赌出不是 赌出他会拿更多钱进来 接着赌 我要把之前的钱赚回来 是吧 输完这一把 我再来一把 我那个拿更多钱进来 我赢的话一把赚回来 结果又输掉 就这么一把一把一把 把它输到轻家当产 对吧 那手套戴不断的补仓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道理是一样的呀 你为什么不认赔呢 一认赔出来的话 你还保留一点本钱 后面输到轻家当产了 基本上东山带起的成本都没有了 基本上跟什么翻身呢 跟你没有关系 是吧 带出多少牛 牛吃也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不要把自己 比上这种 这种境况是吧 非常非常不值得 第三个 大牛股总是太晚发现 他也发现过牛股 结果一买就烫 买了不账也不放 是吧 典型的就是这个XOX 所以说我可以提起你 痛苦的经历 当时宣传什么5G 确实涨了一下 后面呢 就跟烟花一样 刺儿 啪 没了 后面一直跌到现在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宣传了很多人 就基本面对打着宣押 那个是5G呀 什么那个概念呀 那个宣传得很好 是吧 很多人死在最高点上了 死到现在了 那你明知道它不涨了 你为什么不出来呢 就是买的高点 发现太晚了 在于技术分析来讲呢 你可能如果是你用技术分析的角度 早就应该发现它了 对吧 它早就开始涨了 然后基本分析呢 都是什么那个 这个东西都开始热炒的时候 才讲这件事情 那都已经晚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你跟着这个技术分析走 跟着这个庄家走 它早就应该被发现 是吧 那你基本分析到这儿才发现 然后知道怎么样 买的这个高点 很多人死在这个高点上了 创新高这个位置买了 站在最高高的山岗上唱歌去了 四毛买的 现在四分 这是亏完了吗 所以我们说 发现太晚买了不账也不放 还在那补仓 还在那吹那个什么5G呢 是吧 吹5G有用吗 吹到荷兰去了 第四个 对一时大熊谷 老想抄它个大底 大赚一笔 比如说什么 那个那个斯巴雅 老想抄底上了 还有那个716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客户呢 在什么时候抄了底 在这就抄了 现在已经找不着它了 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如果说在 牛熊市当中 想抄个大底 那你会会让你非常的失望 它抄在这 在这就抄了 它这不是下底很多了吗 可以抄底了 是吧 你注意啊 基本面的投资者 他的那个思维模式是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 你看他之前那个 那个P很高是吧 然后那个 你严重超过他那个 美股的那个 那个什么样价值 所以不买 现在跌下 跌下来以后怎么样 已经跌到这个 P一直以下了 已经合理了 或者已经 出现低估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都可以去 补一下 对吧 这是非常要命的思维 这是一个 自杀的行为 让他进来 进来以后呢 就这样了 直接就这样了 就亏钱了 亏钱之后 这个反弹 不知道出来没出来 对吧 后边 他大夫联系我了 不知道去哪 然后后边就一直这样下跌 然后呢 他就一直在补 一直跌 一直补 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补 这跟那个赌徒有什么区别啊 是吧 我输了完了 再拿钱过来 输了完了 再补仓 那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什么行为 我给你讲清楚 那就是纯赌徒的行为 是吧 我们号称是做基本面投资 价值投资 其实还是个赌徒 是吧 你想的跟做的完全没他 你就是个赌徒 在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去那个 那个想着要搏一个大底 是不是 其实就是个纯赌徒 你什么也不是 就你基本面 什么价值投资 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也不是价值投资者 你更不是技术分析者 你就是个赌徒 对吧 从你的行为 就可以判定了 已经 如果你是这么干的 那你就去追什么Smart吧 追什么那个016吧 去补去吧 接着去抄大底去吧 好 上面你看我们那个会员当中的 牛伞是怎么做的啊 他们怎么 为什么能赚钱 是吧 第一个 做能让你赚钱的股票 而不是公司赚钱的股 公司赚钱 比如说基本面的公司赚钱了 他等于你赚钱吗 人家讲课呢 公司赚那么多钱 跟你有多少钱关系 是吧 所以说评判一个股票好不好 不是看公司赚不上钱 而是看这个股票 能不能让你赚钱 关于这个价值取向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价值取向 你不可能买的好股票 你也不可能赚很多钱 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有问题了 第二个 做跟赚钱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我也做跟赚钱 做赚钱的股票 你才能赚到钱 做跟赚钱有关的事情 你才能赚到钱 这个道理再解能过了吗 对 连这个道理你们都听不懂吗 是不是 听懂我刚才说这个问题 做能让你赚钱的股票 做跟赚钱有关的事情 你才能赚到钱 如果说你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表述清楚了 回复一下 如果还不清楚 我再给你解释 然后你看看你做那些事情 是跟赚钱有关系的吗 抄大底 跟赌徒一样 那么抄底 买了蓝筹 蓝筹能赚钱吗 赚不了钱 那你说你多少行为 是在跟亏钱有关系的 那你能赚到钱 那就奇奇怪了 非常奇怪 基本都能懂 比如说你去每天要检查 我做这件事情 跟赚钱有关系吗 比如说跟赚钱有关系的东西 是什么呢 比如说学习 你学了多少 是吧 你是就是偶尔有时间就学 还是天天学 一会我跟你分享一个学员 他整整三个月 什么都没有干 就是在这纯学习 负贪的学习 然后你买软件了吗 买软件也是赚钱的 有关的事情 然后有没有投入 投入你的时间 你的研究 你的金钱 你的学习 你的软件 有没有投入这些东西 有价值的投入 你说我也天上盯着盘 我也天上听你讲课 那个叫无价值的投入 是吧 无价值的投入 跟赚钱也没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说你必须要有 有价值的投入才可以 是不是 那为什么不赚钱 你为什么不赚钱 你还不知道吗 你看你 你去数一数 你天天每天 干的一个事情 多少跟赚钱有关系 我建议大家 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别管你是会员 还是非会员 非会员 你倒去思考这个问题 要不然你不可能赚钱 你跟赚钱没有关系 永远不可能赚钱 好吧 第三个 波段或短线 不练战更不长线 刚才我们已经 从这个图计给你总结出来 如果你长线 有什么时候还是赚着了吗 你能赚两千八千 为什么非要五百多八千呢 是吧 你手套股原先不赚吗 赚的盆满钵满 是吧 为什么最终还是套牢呢 那这不就是因为说 我长线投资 我价值投资 我不用卖 我收了十年 对吧 现在从原先收到赚钱 收到不赚钱 不赚钱收到亏钱 亏钱收到亏大钱 那你投什么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吧 很多人这个不知道 你赚钱 有时候我赚钱 你这段钱为什么不跑 对吧 那钱多钱长都是钱 你非得一口吃个胖子 对不对 这个东西 现在不好搞 因为你如果说 这四大致命的错误 都犯的话 是吧 你想赚钱 就难上加拿 对吧 然后对照一下 我不知道你犯了几条 如果说你犯了一条 还有就 犯了两条 稍微费点力 还可以救 犯了三条 那基本上 就已经晚期了 是吧 四条全犯 那基本上 得重新换血 换心脏 什么 什么都得换 是吧 否则 谁都帮不了 毁力无天 对不对 自己对照一下 不是说这些东西 绝对不对 是因为它在目前 这种方法 这就是错误的东西 所以说正确与错误的区分 不在于说它本身 而在于这个历史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老想超个大跌 那就不是低 你老想做蓝筹 蓝筹就不是不赚钱 是吧 你老想补手套 老想去一赌再赌 那就是不对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 这个历史的环境 第三个 说到做到 不要动感情 有人说 我不能亏损 我不能割受 太疼了 这就动感情了 对吧 然后我不能认输 我认输就完了 对吧 这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第五个 靠技术分析 参考基本分析 如果说你现在 完全是靠基本分析 在做股票 每一只死一只 是吧 这个我不说啊 自己去体会 买一只死一只 有多少是多少 可能实际上 只有一只是赚的 其他全死 这是慧眼这边 反馈过来的 不是我拼拼接到的 知道吧 所以如果说你还 还在用这种方法 死亡概率98% 对吧 那你那你一下去 就直接进鲨鱼队了 就是这是一个 自杀的行为 对吧 可以说只要你 不傻到说 主动去踩雷啊 这个就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看我们的牛伞 会员在做什么股票 是吧 然后你看 4219 3395 是吧 这个是做那个 哪个呀 这是 7045 这是比较早之前的 是吧 这个是之前有过一波 419啊 3395 是不这样 那个温存蛋的 那个公司 我在做他的时候 会想说 你别碰这个股票 温存蛋这个老千啊 是一个 是一个大老千 我说 他是不是老千 不管 我 我就是专制老千 知道吗 对吧 我不管他 有钱赚 我就赚他的 是吧 赚了30多万钱 两个股票 对吧 每样赚30万钱 就跑 他账了一倍 我赚30万钱 其实已经很差了 有的会员赚的 比我多 对吧 然后你看 就是做能赚钱的股票 不管他 温存蛋是谁啊 温存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能赚他的钱就行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对吧 老板不行的 你不做 亏钱的公司 你不做 那什么什么 Ping 17 你不做 剩下你就没有 没有可做的了 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 城市的投资者 你应该什么呀 做的小股 对得了蓝筹 是吧 打得了腰股 然后骑得了黑马 你应该是一个 战无不胜的 这么一个将军 而不是指